要不还是给敏总监打个电话 问问他在哪个病房吧 这 漂亮爸爸 不对 敏霍说不能叫你们漂亮爸爸 而且你还欺负敏霍 上一次是叔叔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好吧 原谅你了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我在发愁 发什么愁啊 说了你也不懂 你说来听听啊 我年纪比你大 说不定能理解你的苦恼呢 周爸爸和妈咪让我带这个 还非骗我说我是钢铁侠 我知道我根本不是 这世上根本就没有钢铁侠 怪不得小朋友们都笑话我 说我是骗子 是怪物 骗子 走开 我们不跟你玩 你胸口什么东西 真奇怪 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钢铁侠的 有啊 又来了 你们搭着哄小孩子的时候 语气都是一样的 谁哄你了 我哄你我有什么好处啊 是没有好处 可我相信了没有啊 要别的小朋友也相信才行 要不然 他们会一直说我是骗子的 其实啊 你不用太在意那些不聪明的人的看法 可我现在想跟他们一起玩啊 现在他们都不敢跟我一起玩了 其实我有办法让别的小朋友跟你一起玩 真的吗 真的 我可不像 像什么 没什么 总之我说的话肯定算是我 去 时间计划我跟你沟通吧 好 好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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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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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ров 哭啊 哭 从小就住在医院里 是不是很辛苦啊 不辛苦 敏慧才辛苦 所以 你真的不能当我爸爸吗 那样敏慧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依你妈咪的 条件 想要给你再找一个爸爸应该不难嘛 他这么多年就没有谈男朋友吗 没有 他说有我就够了 他还说 他根本不需要男生照顾 咱们俩见了这么多次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敏泉泉呀 敏泉泉 为什么没有跟爸爸姓 因为我没有爸爸呀 要不然我干嘛给自己找爸爸 真笨 我 我可以回去了吗 我离开太久 你会找不到我 他会着急的 好 我送你回去 来 把这儿收一下 我们去调个监控吧 能调吗 可以可以 那个一楼 我带你去 行 这边右拐 妈咪 敏泉泉 你干嘛呀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个人的时候 不要到处乱跑 我没有乱跑 是我带他出去玩了一会儿 没和你说 你这身上是什么呀 这是 漂亮 叔叔帮我做的能量心脏 他说 我有了这个 我就是真的钢铁侠了 小朋友们就都会和我一起玩 人给你送回来了 我先走了 好 漂亮叔叔 再见 明总监 这是老板给你买的 好 来 好好好 谢谢啊 谢谢 重吗 有点重 你没事没事 没事 没事 我来 那我也来帮你 全全 老板 你真的认识那个叔叔吗 真的 刘老师 我见过他很多次了 他肯定不是任贩子 他和我妈咪都认识的 好 那你说完话赶快回来哦 去吧 漂亮伯伯 我刚才真想找你呢 你给我做了这个 小皮我们看到了 都很喜欢跟我一起玩 我没有骗你吧 嗯 看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钢铁侠 我来帮你带上 我现在是真正的钢铁侠了 我要去给欢欢看 去吧 慢点啊 大家过来看呀 喂 刘老师 喂 刘老师 什么 全全呢 她还在里面 为什么在里面 她受的什么伤 严不严重 你 你为什么在这儿 你那么多问题 我先回答你哪一个 全全怎么样 老板 明总监 护士刚刚说全全血要输血 但是医院血库里的欧型血 刚刚供给其他出身后的伤员了 血要从别的医院调过来 不知道来不来得及 输 输血 你什么血行 我A行 我输不了 我欧行 我给他输 你不行 我为什么不行 你不行 就是不行 告诉护士 给我抽血 我说了你不行 你听不懂 你什么态度 我谁在叫你 这些结束不能出血 我儿子 我在罗头上 这些御划 我养死 有什么时候 我以为你 mantra 证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早就开始怀疑了 却一直装作不知道吗 我是怀疑 但是你告诉我不是 我选择了相信你 可结果就是你又骗了我一次 我让哈尔迪查了敏全全的生日 你一直在骗我 是 没错 敏全全是你儿子 我一直在骗你 那又怎么样了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问呢 为什么一定要弄清楚 不能装作不知道吗 那你又为什么要偷偷生下他 我发现有他的时候已经三个月了 我不忍心 我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偷偷 不告诉我 你那么恨我 你会希望我生下你的孩子吗 无法回答对吗 因为你从内心就不希望我生下你的孩子 所以你就擅自生下他 什么叫擅自 孩子是我的 我想生我就生 是 如果说没有你 他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要求你负责啊 我们再次见到的时候 我也没有告诉你他是你的孩子 你怀疑他身世的时候 问我的时候 我也没有告诉你真相 不是吗 所以你为什么就不能 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当做他不存在呢 可事实就是他现在不仅存在 还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 你要不怎么做 什么都没发生过 所以你现在想怎么样 你打算从我身边抢走他吗 我当然不会 所以 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 你为什么偏偏要打破他呢